长期下来,地球平均气温真的没有变化很大 所以只要有些回改变,这就非同小可 如果全球气温突然大幅上升,警铃就会大作 大家会开始认真研究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温室气体 很多人都听过温室气体 但并非很多人都知道温室气体可以有多快 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温室气体的作用很类似温室的那片玻璃 一些常见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 氧化雅蛋,甚至还有水蒸气 地球上大部分的热气都会从太阳来到地面 其中一些试图穿越大气层回到太空 然而,就在热气穿越大气途中,就会遇到这些温室气体 这些所住热气的气体在大气层看守热气 让这些热气永远热乎乎地就像温暖的毛毯 如果有适量的温室气体,我们倒可以享受稳定的气温 但是,温室气体过量就不好了 这就像在床上多盖件毛毯 温室气体让地表气温变得更高 这有可能让地球的气温超出我们适宜居住的范围 限行 不过 不过 Orleans 11 약 与